同学你好 今天我们介绍性途径传播疾病 中国人对性从来都讳莫如深 但不论如何 两性的交合应该是生命世界中最美好的事物之一 对于人类 正常的性交往不仅带来子嗣传承 同时还能带来欢愉体验 但也导致意外怀孕和感染性疾病等风险的发生 尤其是在不正常的性交往活动之后 通过性交行为传播的疾病叫做性病 病变主要发生在生殖器部位 也可以侵犯泌尿生殖器官所属的淋巴结 甚至通过血型传播侵犯其他组织和器官 现在一般称为性途径传播疾病 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一组常见传染病 造成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世界每天有超过100万例的性传播感染发生 每年估计有3.57亿新发感染 来源于一元体、令球菌、梅毒螺旋体和低虫 这四种性传播感染病源中的一种 超过5亿人生殖器感染单纯泡疹病毒 超过2.9亿女性感染人乳头瘤病毒 2016年有98.8万孕妇感染梅毒 而因此导致的死产和新生儿死亡超过20万 性传播感染的危害 不仅是感染本身造成的疾病 还可以造成严重的生殖健康后果 包括不孕或母婴传播疾病 性途径传播疾病包括 梅毒、令病、软下肝 性病性淋巴肉芽种和腹骨沟肉芽种 以上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性病的类型 现在把非令菌性尿道炎 尖锐湿油、生殖器泡疹 艾滋病、乙型肝炎 阴道毛低虫病和阴湿等 也包括在性传播途径当中 这张表列出了主要性传播疾病的种类 病原体还有临床表现 令病由令病耐色菌导致 主要表现是泌尿生殖器统的 黏膜化农性感染 梅毒由苍白蜜螺旋体导致 主要侵犯全身组织器官 产生多种临床症状 生殖器泡疹则由单纯泡疹病毒感染导致 主要表现有生殖器泡疹 尖锐湿油的病原体是人类乳头瘤病毒 它主要侵犯的是皮肤黏膜 产生皮肤黏膜的油 以及生殖器油 其他包括杜克雷嗜血感菌 杀眼医原体和支援体 以及杀眼医原体的其他的一些行别 以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都可以通过性途径传播 性传播疾病不仅侵犯 密尿生殖器官及所属的淋巴结 通过血型波散 侵犯其他组织和器官 还可以引起一些并发症 包括盆腔炎 不孕不育 疏卵管或异胃妊生 也称为宫外孕 宫颈癌 以及婴儿的违产期 或先天性感染 导致出生缺陷等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 卫生条件改善 一些通过污染的水和食物传播的疾病 如祸乱 伤寒在不断减少 但由于性开放和针操官被人唾弃 一夜情泛滥 性传播疾病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为了预防性传播疾病 我们首先要熟悉了解 性传播疾病的基本特点 通过以下这些方式 可以起到预防的效果 比如节育或节制性育 实现互惠的一夫一妻制 减少性伴侣的数量 接种疫苗 或者使用安全套 达到节身自爱 保护自己的性伴侣的目的 一旦怀疑感染 一定要及时检查 彻底治疗 不能毁及记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